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神 在超王世代中正式導入了傳奇陀螺手的稱號 雖然都是傳奇陀螺手 但肯定還是有強度之分的 那我們今天就帶各位前談一下 超王世代1到15名傳奇陀螺手 那影片正式開始前 先說這個排名只到超王結束 所以後續DP的角色就不在其中 還有就是在這15位中有許多我們之前都介紹過了 所以我會用之前的片段代替 請各位見諒一下 第15名 黃山亂太郎 可以說是爆裂世代非常經典且重要的角色 霸斗稱他為主長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和他弟一樣 有著一頭金髮並且含著棒棒塔 是一位非常有男子氣概的陀螺手 在超王篇成為朝日兄弟的師父 雖然超王劇情偏差 但他們三人的成長描寫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從一開始兩個懵懵懂懂的新手 經過黃山的帶領漸漸成熟 直到最後超越自己的師父 使用持久型的邪神系列 第14名黑神大男 一開始有點反派的氣息 並且他與他的陀螺一樣擁有死神的稱號 前期一度因為未能達到別人期望而有些不安 被心魔給支配著 也曾為了勝出對戰而不擇手段犯規 後來則改過自新 接著即時加入法國陀螺會 並且擔任隊長 而在神世代之後就完全失蹤 直到超王世代虛空死神的發售 才讓他在漫畫中露了面 使用攻擊型的死神系列 第13名小子邪屋 又是個家財萬貫的富二代 性格十分自傲霸道 但有巨高陣 本來也是個到神世代就被遺棄的角色 但沒想到到了超王世代 以WBBA新會長的身份回歸 另外超王後期的那個傳奇超級錦標賽 也是他搞出來的 而且到DB世代也有出現 不過沒有新陀螺 使用防禦型的翼龍系列 第12名陽光R9 R9在設定中是打從心底愛著陀螺的陀螺手 很受女孩們歡迎 並且是個天生的藝人 同時是戰鬥陀螺團體大賽 超級明星隊隊長 這樣看似前途一片光明的人 在陀螺界得到的待遇竟然是近乎被封殺的慘況 不僅使用的宙斯系列只有兩代 動畫的戲份也就只有出登場了無印一代 神世代只是有陀螺 卻完全沒有登場 可以說是相當可惜 我真心希望BU系列能幫宙斯補一個進化型 不過目前看來應該機會秒門 使用持久型的宙斯系列 第11名 西斯科卡拉爾 神世代登場的角色 初期孤立獨行 個性幾度暴躁前 高傲 某方面來說跟小子還蠻像的 後來加入BC索爾後性格慢慢改變 甚至找到了應該能算是官方CP的人 那就是free 兩人從神世代的關係就有慢慢鋪陳 到超王修成正果 傳奇組合戰中配成一隊 使用防禦型的撒旦系列 第10名 與紅修及霸斗是幼稚園同學 對不要懷疑他們同齡 雖然外表兇悍 但實際上是個容易快樂的善良好爽人物 這位角色陀聖劍系列 近期才在BU系列回歸 在動畫中的表現一直都不算太差 到了神系列還有當上武皇 甚至超力世代有回歸鍛煉愛卡 使用攻擊型的聖劍系列 第9名 倩德塔 GT世代的女主 啊不是 GT世代的男兒 前期患有嚴重中二病 為人冷酷 藐視對手 直到破壞神慘招 雅瑟摧毀後才改邪鬼陣加入主角陣底 超王世代因為商品推出死亡 深淵破壞神 在漫畫版中有小小露面 使用平衡型的破壞神系列 第8名 格溫隆尼 相較於前兩位話題性是減少不少 不過他卻讓陀螺成為了 少年戀愛翻 整個GT世代就是在描述三個少年之間的三角戀情 等等我到底在說什麼 老實說格溫這個角色就是蠻莫名其妙的 在各方面都是如此 登場非常突然 一開始是個初學者 但卻以極度驚人的速度及實力 取代亞瑟成為最終BOSS 那黑化的原因也是挺奇異 就感覺沒什麼目的就是單純心態扭曲 整個人變得異常變態而已 最後是因為被吳與德塔天鷹三人的友情所感化 借此洗白 總結來說他真的是出場太晚的一位BOSS 他出場時整部劇都過一半了 導致整個角色描寫不足 心態轉變也轉得過於生硬 或許再給他多一些時間 整個角色曲線能呈現得更好 使用防禦型的創世神系列 第七名 這位角色近期才做過詳細人物傳 所以我這邊就簡單帶過 菲和拉夏多的性質其實有些相似 都是從前期就登場 並且前半段隱瞞自身的惡意 到了中後段才一次爆發的角色 Fight的實力也是無庸置疑 在死亡鳳凰時期破壞了巨神 傳奇魔龍兩位傳奇 可以說是非常強悍 最後也是有成功系吧 使用防禦型的鳳凰系列 但DB世代日言鳳凰並不是他使用 第六名紅龍5 GT世代的主角 撞下了迷倒三位男性的驚人紀錄 至於是誰我應該是不用多說了 本身有著天然呆傻萌屬性 滿腦子就是對戰 可以說是個熱血白痴 在超王時與Ryu組隊 還身邊認了個乾媽 使用攻擊型的天龍系列 毫無疑問當時四轉皇中最強的男人 甚至有了日本五連霸的驚人紀錄 但在後來實力可以說是直線下滑 神四代史還保留在世界第二 超王傳奇排行者落到了第六名 不過Ryu的性格應該算是這四位中變化最大的 無印時就最終BOSS的定位 對什麼都是不屑一顧的態度 面對上自己認可的敵人 時則會進入興奮狀態 頭髮會化作熊熊烈火 他也算是唯一一位沒有在當季 動畫被主角擊敗的BOSS 但到了後續的DV超王 明顯變得溫順不少 甚至還有一個弟子般的存在 一樣想更加了解的 可以去看Ryu的人物轉 使用攻擊型神槍系列 另外剛才的介紹口誤 Ryu是第五名 並非第六喔 第四名 福利迪萊雅 可以說是數一數二悲情的傳奇 在神世代時是實力天花板 有著世界第一的頭銜 但到了超力陀螺慘招破壞 GT陀螺直接更換使用者 超王則是被新人陀螺手電爆 DB一樣也是沒什麼表現 不過製作詳細人物傳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使用持久型的魔龍系列 第三名 吃人艾卡 超力世代的主角 一開始狂妄自大 讓人看了就火大 中期還因為太過渴望力量而黑化 洗白後不論是超力 後期還是後續的GT超王 性格都變得不錯 但實力方面就是完全不行了 使用平衡型的勇士系列 第2名 洪修 這位角色相信我不用多做介紹 他的地位幾乎可以說是爆裂世代動畫的男二 在初代動畫中幾乎是玩家學習新知識的教科書 相較於霸斗及Ryu 他在發射技巧 陀螺特性上都是較為講究的 當時與其他三位相比應該算是第2強 簡在最終決戰敗給Ryu 換行洪修的本性 想詳細了解的可以去看我的洪修容物傳 使用平衡型的巨神系列 第1名蒼井霸斗 各位永遠的主角 從無印到滴滴都能明顯看到霸斗 心態及實力的成長 從起初的菜鳥逐漸蜕變轉化成 眾人仰慕尊敬 並且值得他人依靠的世界利益 可以說是爆裂是在迄今為止 我最喜歡的一位主角 我也有製作詳細人物傳 有興趣的可以去觀看 好啦 那麼以上就是傳奇佗我手的簡單介紹 由於人數眾多 我沒辦法一一深入討論 不過之後還是會將每位的詳細人物傳 你最喜歡是哪位傳奇呢 又想看我講解哪位人物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讚訂閱或分享 要副頻道的留言 訂閱 按讚 我是白生 各位小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ボタン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